那么一旦我们的心灵进化 我们的灵魂进化了 我们的肉体就会进化 为什么 心是这个肉体的王 它是驱使你肉体的主人 当这个心王进化了之后 你的肉体 DNA中的黑子会释放出来 会变成光 那么你的肉体也可以得以什么 真正的进化 真正的进化 所以这里你的身 你的心 你的灵 都会得到进化 把自己的病 把自己的倒霉 把自己的不顺利 把自己的怨恨 把自己所有所有的 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借着今天清明世界 通通的释放掉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对谁有好处呢 对你的父母有好处 对你的祖先有好处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纠缠 你们身上都有祖先的DNA 它是作为生命密码 细胞密码 储存在你的细胞中的 这个DNA的两个简机连接对中 要么是光子 要么是黑子 黑子就是人家对你的怨恨 光子是你得到的德恒 德行赚来的 当我们能够使自己DNA中的黑子 大量释放的时候 你的DNA来自三个方面 一个是今生父母的 父亲的一半 母亲的一半 这是今天科学家发现的 我们无论男女 你身上都有父的DNA 和母的DNA各一半 男女都在传带 不像以前老辈子的人认为 女儿不传带 非得有个儿子在传带 不是 今天告诉大家 你是女儿 你也在传着你父母的DNA 你也是个传承人 所以当你的DNA里的黑子 大量释放的时候 通过量子纠缠 你可以使自己父母身上的业债 通通的消掉 这是大消 父母身上的DNA里的黑子 大量的释放变成光的时候 他们的病动就没了 他们的烦恼就没了 他们的怨恨就没了 经常来参加我们法会的人 就有这个体验 叫一次妈不来 你那个搞外门邪道的东西 闲着出去说评一下 出去吃点东西 还那么深更半夜 去做什么法会不来 叫两次不来 他就很烦恼 师父啊 什么时间我爸爸妈妈 能跟我参加法会 我说不着急 你使劲参加 到时候他就来了 到一个时候 真的爸爸妈妈都来了 为什么 他自己通过自己的DNA的 业力释放 爸爸妈妈身上的业力 大量的释放了 你记住 所有的众生都是佛 都有一个灵性 他的灵性就慢慢在觉醒 慢慢在觉醒 他终于知道活着 原来不是为了吃 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生命的进化 所以灵一旦认知这个的时候 他也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说是你们 不是非得扯着父母 一定来这个道场来参加什么法会 而是你用心忏悔 消自己DNA中的黑子 业力因子大量释放 那你就再帮自己的父母 帮自己的祖先 祖先死了 你的宠爷爷什么几代都死了 但是他们没死 他们活着 为什么 他有个守时鬼 在尸体上 在骨灰上 这是人魂 人有三个魂 其中人魂 当我们死了以后 他以为这个肉体是自己 因为那个肉体是父母给的 父母形成的魂 叫人魂 人魂死了以后 认定尸体还是自己 所以是牢牢地守在尸体旁边 古人叫他守时鬼 这个叫幽精 我们天有一个魂 地又给了你一个魂 天地交光 你才有了你 所以是天魂死的时候 你死了以后 它回归天 古人称为人死生天 每一个人死都会生天 因为你有一个天魂 那么除非你是舍不赦之重罪 直接入无间地狱 直接入无间地狱的人 你的天魂不会上天 因为你立马 这边死 那边啪就在地狱里投胎了 你的天魂没有机会生天 没有机会到天上去充电 所以它啪 直接到无间地狱了 一个天魂 一个地魂 啪两个一起在无间地狱里 化身一个身体 在那受罪呢 否则你的天魂一定会生天 生天以后 地魂叫爽灵 它会去阎王殿 受十殿阎王的审判 在决定你四十九天之内 投胎在哪一道 是去做天人 还是阿修罗 还是做人 做富人 穷人 还是乞丐 那么还是做鬼 然后恶鬼 做畜生 你是鸡 鸭 牛 羊 投到哪一道去 然后地狱众生 你到哪一层地狱去 这个由阎王殿 审你的爽灵 地魂 叫地府 打开以后 它会审判你 审判之后 根据这个审判结果 最后做一个判官 判你 就像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 判你去六道中 哪一道投胎 所以是最后一殿 叫转轮殿 送你在轮子里 呼啰 给你推出去了 去那一个道 转世投胎 大家说不可能 人死怎么可能变成蚂蚁 人死以后 怎么可能变成畜生 人死以后 怎么可能变成鬼 释迦牟尼老人家 他在活着的时候 说了一个本生经 本生经 那么他自己都做过孔雀 做过路 做过动物神 何况我们这些反复啊 人死一定为人 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你要纠正过来 人死未必还会使人 人生真的很难得 这是佛在这个经典中讲的 人生难得 就像一个千年的 瞎了眼的老乌龟 经过一千年 他没浮上水面 结果他瞎了眼 他浮上来 有一块木头 把他的头给盖住了 他又没机会见到天了 瞧不瞧这个木头上 有一个小孔 有一个孔烂了 大木头把这个龟挡住了 结果他那个头 他瞎眼 他也不会看吗 他就瞧不瞧 这个头从这个木孔中钻出来了 你说等了一千年 一个大木头 这又没机会见天了 这瞧的是有一个孔 投出来了 这个就叫凑巧 所以千年等一次机会 你可能转生一次人呢 千年啊 千年 不容易啊 所以人生真的很宝贵 很宝贵